不過來看到現在2024大選 持續的倒數計時 剩下29天了 來看到昨天晚上的這場浮選的活動 這是國民黨桃園市立委候選人 劉許婷 所舉辦的成立競選總部大會 昨天晚上好多人來 包含了誰呢 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桃園市長張善政 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韓國瑜羅志強跟徐曉星也都來力挺 就來看到韓國瑜真的是進去連發 而且看到他怎麼來批判賴清德 韓國瑜上台呢 就跟全場先來唱了一首夜席 這場面真的是非常的熱鬧 韓國瑜呢 他就接著推薦劉許婷 他說劉許婷今年33歲 武術館的老師傅最怕對手二三十歲 因為呢 全這個怕少壯 體力好啊血氣缸 名義代表呢有三把刀 質詢的時候是衛名喉舌 審查預算是衛名看緊荷包 監督政府呢是依法行政 而立委在立法院呢有兩種 一個是亞巴一個不講話的 另外就是喇叭大聲講話的 所以他希望劉許婷 就代表儒竹在立法院是一個喇叭 不是亞巴 另外呢他也提到說 看到了民進黨貪污腐敗 無法無天 居然說是現在民進黨執政呢 27年來呢最乾淨最廉潔的政府 都怕民進黨變成的童話故事裡的皮諾丘了 鼻子越講越長了 這個真的是講自己的話 那民進黨連創導元老都看不下去了 包含了桃園許姓良的弟弟許國泰都說 民進黨的貪腐就是無法無天 我們看到呢包含了前立委過正亮說 大家是不知道 尤錫坤院長做得多爛嗎 尤錫坤呢是他經過立法院運作 最不了解的一個院長了 不僅對議事不了解 對政策不了解 對立法委員個人情況也都不了解 尤錫坤呢這次如果再當選立法院長的話 那就是一個笑話了 不過我們看到國民黨呢 現在要搶攻國會 當然希望最好的狀況就是能夠過半了 來看到呢 雲林縣在過往呢是由兩席的區議的立委 那這一次呢 國民黨立法委員的部分區名單當中呢 有一些彩蛋呢包含什麼呢 包含呢排名第一的就是韓國瑜了 排名第九的許宇珍 還有排名第十二的張家駿 這些都跟雲林張榮蔚家族有關係 而且呢三個人是在安全名單 所以部分區呢名單出爐之後 雲林地方都在傳說 這國民黨真的是要搶下四帝 在地的立委了 希望在國民黨呢 在這個雲林的部分 能夠搶下四席在地的立委 但是我們來看到 那聯合報今天有一個報導 表示說呢民進黨呢現在非常的憂心 憂心什麼呢 立委的選情呢 離五十七席的過半呢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還有一段的差距 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呢 就是賴清德的母雞效應 還沒有完全的發揮 而此外呢多數的選民看好賴消沛的選情 但是為了避免民進黨一黨獨大 所以有可能會出現分裂投票 好所以呢這個到時候要是分裂投票的話 你票投賴消好了 但是你的區立委 你的政黨票不投給民進黨的話 現在呢民進黨的立委選戰打的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了 好我們看到民進黨立委 操盤人士就說有幾個五五波指標區 選情都往好的方向來發展 但這次呢立委選舉呢 比起語言是更加的艱難了 選戰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在 在過半的邊緣 這是民進黨自己內部呢操盤手呢 自己在評估 可能民進黨這次是在過半的邊緣 但我們看到時事評論員黃耀明就說了 當然為什麼呢 就是跟民進黨的部分區名單有關嘛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像是余天 余天現在真的是很不滿賴清德 他都消失在造勢場合了嗎 所以我們都沒有看到他 余天完全都沒有在這個部分區的名單裡面 而且事前黨內也沒有人跟他來進行溝通 所以余天呢 非常的失望 所以退出了輔選的行程 甚至呢新北綠營還一度傳出了余天 是不是有意要辭去 賴清德新北進辦的主委 有意要退出民進黨這些的傳言 但是我們來看到 國民黨呢相反的是不一樣的做法 國民黨呢部分區特工隊呢 在今天成軍呢要搶攻的就是中堅 年輕還有呢經濟選民的支持 同時呢看到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 也就是桃園市議員林濤 他已經同步出任了2024總統跟立委 競選平台的發言人 要加到這個力道的揭蔽 那即時來針對大選的議題來進行攻防 所以呢有這個輔選人士就透露說 林濤接任之後呢會一連串跟各個區域的選將呢 連防接閉 目前呢是跨過總統當選的門檻 那麼人士也認為說這個舉動就是呢 朱立倫all in 請全力來衝刺侯友誼過關 要力保明年的大選之後 朱立倫自己的黨主席的位子 依舊還是要做得安安穩穩才行 好我們就來看到2024選戰倒數29天 朱立倫舉行這個帥了部分區立委 參選人在今天早上就成立的部分區特工隊 朱立倫表示說最佳投手就是侯友誼 捕手就是趙紹康 而最強的遊擊手呢就是韓國瑜 部分區的立委參選人就是最強的守備員 還有打擊手 一起來看今天早上最新的畫面 我們最佳的投手是侯友誼 是最穩健 最有經驗的投手 我們最佳的捕手是趙紹康 我們最強的遊擊手是韓國瑜 然後我們每一位都是最強的守備員 最強的打擊手 那雖然我不在場上 我在場邊幫大家加油 我做總教練 林濤沒有列入 也在幫大家做發言人 那我們希望我們大家用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我們展現出最強的一個戰力 那民進黨呢跟我們正好相反 民進黨這次提出來的就是派系分配 權力分章的結果 大家都可以知道他就是哪一派 哪一個派分多少 然後這些八位現任的就佔滿了幾乎全部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現在既然喊出要搶救某一位叫王毅川的 聽說他是政治雞同 我們希望我們用正面的角度 而民進黨既然是希望大家來搶救政治雞同 這個也蠻特別的 那我們希望我們用這樣的 你喜歡的財經大師 還是你喜歡心理健康 還是你認為新住民非常重要的 每一位都是我們大家要來肯定支持的 那我們知道我們這些專業的 又優秀的好人才們 每一位都有代表性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政策不是空戰 我們直接入戰 直接到我們各地 讓每一個朋友能夠知道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這些專業的團隊 不管是透過我們這一次 大家一起拍的一個團隊的廣告 我們展現出團隊的精神 然後另外我們也會到各地 針對於我們最具有競爭性 最有挑戰性的15席的區域的立委 加上我們的總統副總統 我們這每一位都是最好的 我們的特工隊 已經退出中國國民黨的 南投縣議會議長 何勝峰表態 不可能回國民黨 也不會幫站台助選 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對此表示 還是希望能夠團結一切的力量 侯友宜也說 立委選情是越來越熱了 他有信心國民黨的立委 能夠國會過半 能夠解決人民的痛苦 我出來選舉到現在 我都是團結我們所有 要做政黨輪替的所有和朋友 完結所有的力量 這是我一生的態度 到現在的永遠無力 這段時間 我在全台灣在做的過程中間 我看到國民黨的立委 選情越來越熱 支持者越來越擁有 大家都有信心國民黨的立委 能夠解決人民現在面臨的痛苦 以及期待政黨輪替 所背負的這個人民希望和力量 所以我相信國民黨的立委 一定會過半 大家一定陪人民 騎家庭 家庭 家庭 表我們的立委 都可以為我們人民做做更多的事情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 一身軍火車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一身軍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一身軍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一身軍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一身軍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一身軍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吧 請下請 F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